佛法的信 跟一般宗教的信不一样 世间许多宗教 他们也把信放在第一 但是他那个信 第一了是信神 信上帝 在佛法不是的 佛法第一个是信自己 完全不一样 你看偶尤大使 在弥陶经要解 这个信给我们讲了六个 第一个信自己 信自己是什么呢 信自己本来是佛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 你学佛怎么成得了佛啊 净土宗里面呢 又特别 信自信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自信 净土即此方 此方即净土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没有这个信心 难怪你 难怪你念佛没有感应 难怪你念佛没有得三妹 所以头一个相信自己 第二个呢 这信佛 这信他 信阿弥陀佛 信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确实 有这个人 确实 有这段事情 真实不虚啊 那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 啊 要什么由他介绍呢 我们也不知道 有极乐世界 也不知道啊 有阿弥陀佛 啊 第二信他了 第三个呢 信四 确有其事 第四个 信李 第五个信因 第六个信苦 啊 我们只要 依照经典的教会 啊 经典里面的道理 啊 方法 进阶 这都是因 认真 努力去修学呢 往生就是正苦 跟我们讲了六个 一丝毫不怀疑 就会有成就 如果有疑惑 说明 我们的信心 不清净 啊 里面 夹杂着 疑惑 在里面 夹杂着 妄念 在里面 啊 夹杂妄念 心不清净 不但 尽重 如此 一切 大乘佛法 都是在这 建立在这个 信心之下 你发心 修学 才会有成就啊 啊 华言金 敬义是六十华言 六十华言 第六卷里面 幸为道云 功德母 啊 你看些 是学道的根源 从哪里学起 从建立信心 学起 啊 这是道的 源头啊 祝佛菩萨 无量无边的功德 从哪里成就的 从信心成就的